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谢大喜 平时喜欢看烦人有些都晓得 奇葩嘉宾那比比皆是 嘿嘿嘿嘿嘿嘿 口门的 青山为人 智山为富的都很正常 今天呢 大喜哥都带大家来看看这位 把坑脑发展成家族事业的场景路过 大家好 我叫王潘 今年20岁 升到173 目前正处于待遇状态 我没有 厂景路过呀 没发过朋友 他在折欧要求里面提到 女方有无稳定的工作和收入都无所谓 那是因为 因为我的同事有两套房子 有一套房子 现在我不会有女人 另外一套房子 我妈妈还同桌 怎么了 我骄傲了吗 我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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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骄傲的王先生 没得感情经历 在他的眼里 距离玩儿都是这样的 就女生在前面跑 然后你在后面跑是吗 几句话下来 藏军路过被冰天界走得欲无论词 跟女嘉宾的谈笑之路比起来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女嘉宾 因为我们的男嘉宾的年龄 确实很年轻 所以今天找到的这位女嘉宾 从年龄上跟她是相当的 都是20岁 小姑娘曾经也有过一段感情经历 而且从那段感情当中是吸取了一些教训 所以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希望找到的另一半 一定要对她好 工作都不重要 可是一定要对我好 而且 想不想 我觉得小姑娘也想的挺全面的 男嘉宾目前的情况呢 房子是有了 车有没有不知道 你自己去问问看 那我现在带你去见她好不好 你期不期待 你昨天是不是看了照片的 对了 然后感觉如何呀 欢迎 满意吗 觉得是美女吗 对了 我听到那个编导说 好像你一直要女嘉宾的生活招是不是 对啊 女嘉宾的照片发着我看一下 就是 看看一下 就是你要女嘉宾的生活招 是因为你觉得 就是女嘉宾有可能会很多美颜 是不是 对她美妥 皮图 天海都皮图的 皮一下 很不安 这感觉就很假了 是不是 你想看真实的一面 对头 就是你的要求是一个美女 是不是 对头 我们傻子你都对头 一般对头露脸看得我都中足了 像翻冰冰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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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找翻冰冰那种 看到冰天街的追巴都大街了 那个凡夜在你面前的还是站稳呢 我会骑车 骑自行车 有时候偶尝尝钓一下鱼 就是你骑自行车之后 带着女嘉宾兜风 是这个意思吗 带女嘉宾去往上街 什么帮面有啊 什么剪我啊之类的 那钓鱼呢 就是钓鱼给女嘉宾吃吗 我只是会钓 就是钓不来而已 哎呦 我觉得你真的是太可爱了 这也叫可爱 冰天街太可恰了 完全都是哈山 汽车钓鱼也算优点吗 关键靠这两样 勉强放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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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找到犯兵兵那种的 好 我们走吧 看他能不能转过来 我看你怎么和女嘉宾打招呼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是王凯 今年二十岁 没了呀 你的身当还是火焰 我的个神啊 喊你打招呼 没喊你去评价身高啊 再说了 要不是你脖子有那么一点点优势 你也搞不到哪里去 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女嘉宾哈 那你开始也是听到 我们男嘉宾跟你打招呼了哈 有什么感觉 感觉还是很含蓄 然后他说你的身高还是很可以 你听到以后是什么感受呢 情商不个高嘛 一来就说身高 你愿不愿意转身现在 不愿意 我是属于打野人 打野人后在那部头刷吗 就是啊 一天出去骑海自行天啦 平时在那部头刷 我打游戏 你马来不说你上转你打游戏 不得 马来都不帮我 没准备找个正经点的工作吗 工作现在乱找 休息之后准备去单一部服务员 服务哪方面呢 产业就是吃饭那些 不可能一直住服务员 我觉得那个人应该去学点 还是技术这也有啥 刚才在读大学 你说待业了吗 我们家人都抱着一部大学 慢慢住学校 比如说晚上读 晚上去读 外天他也不读书 你有啥子理想没的 没的 没的 我去 哥们你是啥还是哈 估计女嘉宾已经有 中介相亲的想法了 虽然现在交友流星之黑 但是你这完全是属于自杀呀 对机成的单独去 你妈跟你说啊对不对 没有 没劝到你一下 或是找份正经点的工作 现在工作很难找啊 我去吃了就吃了 一般都是等同志 你今天来 你妈的话跟你说点啥对不对 都不关你了 都不关你了 不关你了 啥都不关 就是要不关就是 明镜就是在家里多 上海网当下游戏在呢 你平时在屋子做家不不呀 少 少得很做家不 少啦 那个没做没好大区别的这个 没什么时候都是做啊 你对另外一般有没有啥子要求 身高必须到155到165之间的 天灵在 你好多算 哎呀 刚说的哈 马上就聪明了 小弟说之前我问一下女嘉宾 我还怕你又乱说 这个美丽不是就超标了吗 照片是不是 是不是长得有点乖不乖 就是啊 还是符合标准 就是看起来 像摇摇摇摇摇摇 我说你不是看照片的事吗 看照片的时候就是 因为的范冰冰的不漂亮 范冰冰 你比范冰要低一点点 要是我有范冰冰的哥哥的话 我还正在那点啊 你的相同样子达到没的 达到了就是 因为原本来说我很满意 我不准备两套房子 不是说的 我有两套房子对 不知道 你父母给你买了吗 不是啊 收府吗 还是全坑了 全坑啊 那里都是靠了两套房子和父母养婆吗 准备坑了吗 我不想其他人 两套房子对 卧槽 你是准备靠一套房子过一辈子吗 啃老啃得这么理直气壮 关键你的贼务标准 女方有没有的稳定的工作 有没有的稳定的收入 你都无所谓 那你是准备找个媳妇来一起啃老吗 还要发生成家族似的 我的妈呀大哥 我对你的经养有如滔滔江岁 脸面不绝 学习啥对不对 所以说你没打算学家的哦 我一般出行都是真的出行 没打算自己买辆车对不对 没有 没打算 但是你现在不找个好点工作 你以后基本上靠服务吧 很好 有准备好好回报一下服务吗 很好 什么 不要说他爸妈 我听到都想打他 从我里面的了解 谈话 我觉得我很满意 哎呀 我觉得我真是一个预言家 我本来是想 让女嘉宾去问问看 男嘉宾的经济条件怎么样 结果女嘉宾真的厉害惨了 我现在发现她完全是 连珠炮式的发问 男嘉宾就不停地 非常快的节奏 两个人在那里 快问快答 到最后女嘉宾问了一个问题 那你将来是不打算回报父母了 男嘉宾回答 对头 这个结果大家都是没有想到的吧 我也没有想到 因为男嘉宾的整个的聊天过程当中 我们就可以看出 通过女嘉宾那些密集的问题 男嘉宾是说出了这样一个真实的自我 他就是一个 我觉得男嘉宾是一个想来找玩伴的人 他并不是对未来的生活那么的有把握 那么的有规划 因为他目前根本就没有工作 是在家里打打游戏啊什么的 说到以后怎么办呢 他当个服务员咯 以后呢 从基层干起吧 那你的理想是什么呢 我要组建一个家庭 在我听到这里的时候 我有种感觉男嘉宾是需要一个玩伴 如果组建家庭呢 就是有一个固定的玩伴 可以跟我一起玩了 真是太开心了 而且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去骑自行车哦 女嘉宾你的理想达到了 他果然是有车的 不过是有自行车而已 我们和男嘉宾的父亲也是沟通交流过了哈 那现在要不然 您就把您父母的意思告诉一下女嘉宾好不好 不不我现在不支持 我都决定 我的事情 我的经纪来源 父母不支持 我只有他自己分了几点 因为有没有人接触 不是说家里吹到你结婚的嘛 这个你老还是不支持 他今天他是要擦亮亮了哦 全部都靠他自己 父母是不会再提供就是支助的 然后我不知道女嘉宾 还愿不愿意和他接触继续的了解 既然你父母都不支持的话 我觉得真的 从刚才的沟通 你自己感觉也没有多大想法对不对 那我觉得 给我一个很没安全感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我们不合适 非他接受的对 你哪里是来找对象嘛 你只想找个玩板 配得刷游戏都行啊 哎呀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各位观众朋友 如果有啥子不一样的想法 欢迎来到留言区交流哈 奇葩相亲 奇葩懒女 我是谢大西 别忘记点燃哦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